118 頭條日報 吳克劍 學位足夠不用擔心 2015年7月14日港文P 16中學文憑市明日放榜 74,000多名考生將收到成績單 當中大部分將面對升學缺責 教育局局長吳克劍表示 今年政府資助和志之課程學位數目約有25,000個 預料學位足夠 它只包括副學士、其他學位等升學途徑 學位供應較需投多 提醒考生選擇升學途徑時考慮個人興趣、能力等因素再作決定 今年文憑市考生教去年減少約5,000人 而大學學額不變 吳克劍作指 今年學位包括政府資助和志之課程學位 數目約有25,000個 多於估計需求的24,000多個 認為學位足夠 此外 副學士與其他學位 或職業專才教育等其他途徑的學位亦比整體需求多 呼籲考生不用擔心 並就個人興趣、能力、環境等決定升學途徑 以學校與政府將全力協助同學